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敖勇式发生里面与众 一念只削降组的血脉 同仇 平坎 正宽放浪 星凯之外 小陆 你在干吗 安静 你也太拼了 吃饭也要尽心吗 可算成功了 恶心的苍蝇 厉害啊 好 本班第一个舞者巅峰 吃饱了 我们继续 转速过游三十公里 不许浪费粮食 在我们严格训练的同时 世界的某些地方 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天空烈了 帝国万岁 第九危机 请求唤醒大神级第一 同意唤醒 运气入体的感觉太爽了 太阳了 明明比我慢 还敢说我菜 蝙蝇 你小的给我站住 这就是天空烈灵了 天空烈灵了不起啊 我也想引气入体啊 小龙是我们班第一个成为练器初期的人 接着是吴梦琪班长 最可恶的是 我居然和这个死兵将同时同分同秒引气 简直就是耻辱 混蛋 这气影弥补为什么就那么难学 老师 来一张嘴 老师 好吃吗 说吧 什么事 老师 那个气影弥补太难学了 老师 还有其他的功法吗 就你机灵 拿去吧 利用真气催动剑体漂浮 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御剑术 有了它 你们就可以飞了 御剑术 什么 飞 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不行 不能着急 我得先学会气影弥补 混蛋 这功法为什么就这么难学 我也想学御剑术 就是踩在剑上面飞行 注意别飞太高 小心掉下来 喂 你们别抢啊 小鹿 喂 你救我看看 虽然修炼很辛苦 但身体里有气候 就可以使用各种奇怪的功法 不仅如此 练气候除了有独自的技能外 还有组团技能 每天老师教我们功法的运用时 还会教我们一些阵法的摆放 阵法就是 根据天地灵气所在位置 摆出阵旗改变他们的浓度和顺序 从而获得呼风唤雨的能力 放错了 你再放错 我就抽你 知道了 笑什么笑 你也一样 释放阵法的时候 一定不能摆错阵旗 阵旗摆错 会遭到反噬的 所以大家 一定要小心 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引气如体 这样放 老师 陈可山晕倒了 嗯 怎么回事 好像是运动过量 我给大家做的训练 都是在极限范围之内 他应该是在空余时间 偷偷地锻炼了 你们继续跑 是 好点了吗 为什么不按照为师制定的修炼方式去练 自己还偷偷地练 已经训练两年了 全班最差的也是五者中期 而我却还在五者初期 我不想落后打架 那也得适度 上次班里的灵根测试 但是 我知道老师为了我们不丧失斗志 就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我灵根很差 是不是没有天赋的人 就不适合修仙 确实 像陈可山这种灵气残破 几乎与修仙无缘 不过 这些对我来说 都不算是 放心吧 谁要是为师的学生 无论资质多差 为师都不会放弃 什么低灵根 残灵根 无灵根 为师都能进 真的 当然 我无所不能 但是 老师您说过 修仙之路是要靠自己做出来的 用别人送来的力量 注定不会长远 你知道为师的师尊吗 老师的老师 是的 他老人家那时候 可是同界无敌 天界最强的存在 师尊年少时期 可比你们惨多了 师尊他和你的体质 几乎一样 你至少还有残破的两根 他是一点都没有 尽管师尊受尽嘲讽 被逐出加盟 被退会 他也并没有放弃修仙 最后 师尊他一步一步走到了天界最强的位置 所以 没有天赋就不能修仙 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 好厉害啊 颜三老师的师尊 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呀 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的东西 然后发挥到极致 嗯 我明白了 就像技能书一样 找到属于自己的技能 然后全填满 可以这么说吧 多谢老师开导 既然师尊他老人家是主角 那颜三老师您呢 我站在主角之上 就这样 颜三老师师尊的故事就在班里传开 也打消了一些天赋不足的学生的顾虑 什么东西 第1316次进攻地球 这次有我们银河之王在 肯定能踏平这个曾经让我们外星人 受尽无数屈辱的地球 了解 正在我们来 百年来的地球 还不太独立 你来的金子 有很多做一千 你给人家 那么多 你来一个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